说到圣诞节少不了的肯定是准备礼物 而专门售卖各类奢侈品的美国比弗利山庄商店 更是早早就将商品整齐百列 无论是璀璨夺目的蒂夫尼首饰 名贵手表 就连猫狗都有特殊的奢华粮食碗 零售联合会预测 美国今年零售额将会增长将近5% 比去年有所增幅 看来美国消费者准备在这个送礼佳节 火力全开了 来到美国加州的比弗利山庄 走入里头的商店 映入眼帘的除了有华丽的圣诞节装饰之外 还有许多的奢侈商品 从75美元的地府尼猫粮碗 到31万美元的钻石项链 再到要价超过100万美元的名贵南表 这里都应有尽有 比弗利山庄高级百货商场 Dearis的总裁表示 他们的网络业绩在去年上涨了25% 今年他们在网络商店上再下功夫 准备在这次的圣诞节 全国零售率分一倍更 经过今年全球在经济方面面对相当大的挑战 可是美国在这次圣诞节丝毫没有退缩 比弗利山庄商会经济发展部门副主管 布莱尔就表示 美国整体经济依然强劲 在这段假期季节的销售率 就已经反映了消费者的信心 除了钻石首饰和名表 名贵餐具 纯金纯银摆设品和华贵的花瓶 也是比弗利山庄的标志性商品 在一年一度的圣诞节 我们或许会自制礼物来展现 礼金情义重的送礼暖意 可是在比弗利山庄 或许更注重于礼重情义重吧 HPG综合报道